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各位觀眾我們這一節現在變成阿亮給你問了 來我們第一題先看 對民進黨來說 1.24想把柯鎖在台北市是不是判斷錯誤 柯只要連任失敗就不可能阻擋 或是後續不會選總統 他本來的想法啦 就說柯B連任市長嘛 那就做好做滿嘛 那英科可以合作嘛 當然我們知道後來不是這樣嘛 後來就是說 柯黑派就集結嘛 小英擋不住那個壓力嘛 可是他那時候是因為他無能所以擋不住嗎 還是不管是誰他都擋不住 我就跟你講那個政治人物 你每天都有很多問題嘛 你是不是把這個當作first priority 為什麼他沒有把這件事情當作first priority 這個就是犯了錯誤啊 當然是啊 拜託那些民進黨也輸得密密罵嘛 你說柯本在別的縣市會不會因為這樣對你反彈 所以我就跟你說這個就是戰略錯誤嘛 因為你等於是讓柯本在很多縣市 可能就不投票嘛 對 或者是故意投給對手嘛 後面救不回來嗎 他一個在北門叫柯P來記名 柯P還 氣不噴 柯P又講一件事喔 戰犯交出來 他說民進黨應該知道是誰去處理 吳翔輝 去弄葛特曼這件事情 那民進黨所有人都出來說 那跟民進黨無關啊 我不知道啊 姚文治就說說他沒有啊 不然難道要用國安局去查嗎 不是 可是你 不過不過阿楊委員我請問你 你覺得姚文治真的不知道嗎 我其實不相信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在金錢總部 可是我認為沒有 那如果沒有 是不是應該好好跟柯P講清楚說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很不爽耶 不過我們真的沒有 他說柯P也不相信 沒有沒有 阿楊委員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葛特曼來台灣的那些錢誰買單 這個一查就有了吧 這有可能是獨派的金主啊 喔 是 阿你不會說獨派都是民進黨嗎 不然 如果是獨派的金主拿出來的時候 那民進黨就把這件事情講出來嘛 如果民進黨知道的話 那是不是有一個很好的Proof說 對 民進黨就是跟這個東西無關 那是不是相當程度的也消弭了 這些柯粉對民進黨的不爽 那也消弭了柯P的不爽 為什麼這件事情民進黨不爽 我搞不懂 因為齁 11月24號一個人輸到5年了 輸 我們不是只有台北市有問題 是 我們是全台灣輸了15個縣市 不是 可是他的source全部都是 綠白分手 不只啦 不只這個原因啦 比如說林佳龍在農業縣全輸啊 是 那你是不是對中下階層的農民沒有照顧 坦白講那個時候還有逼宮的力量 不是嗎 不是有人要拱在金德處來選總統 對對 對對 可是後來 我當然有我也同意啦 對 對事前事後 對柯P 這個問題都沒有處理好 對 這我同意 所以今天才有這個結果 OK 好我們進來下一題 川普貿易戰的3000億關稅 暫緩到12月 12月15 對那一方面是為了選票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真的表示 美國的經濟開始下滑了 下滑當然是有啦 不過主要是因為他碰到那個聖誕節銷售 因為美國聖誕節12月25號是 是是是 全年最大的銷售 對 對 你如果是把那邊筆電啦 手機啦 那些全部都加10% 那川普大概明年就不用選了啦 嗯 就反彈嘛 嗯 而且會立即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嘛 對 那當然經濟不好也是事實啦 他現在也漸漸化現了啦 好像 好像關稅戰不是美國最好的策略啦 他搞不好更好的策略是科技戰 對 或是金融戰 這樣委員這樣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當然會啊 他現在所有的民調都輸了 呵呵呵呵 所以他真的有很大的連任危機 他會怕啦 不過喔 民主黨如果是拜登齁 嗯 就還好啦 因為他就是一個文雅的紳士嘛 嗯 那選舉的時候有時候要拿刀拿劍啊 拿扁鑽啊 他都不會要啊 他已經選過三次了咧 他那時候當歐巴馬的副手 他的副手都輸了 嗯 其實我覺得跟個性交易有關的 跟人手交易有關的 川普這個人很難留下啊 對 對不對所以 我覺得競選過程會讓 川普獲利啦 川普贏的機率還是高一點 那如果 別的民主黨人出來 其實 目前看起來不容易 譬如說那個 伊莉莎白 Warren 對對對 他嘴巴就很厲害 是 不然他現在大概第三名 是 不容易啦 OK 好 以上是這一節的阿亮 給你問的第一節 等一下我們要回來 再見 再見 ra 擊 感覺 嗯 快 幹